颜值网红相信在小伙伴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 小编每天都要看牛无为别的 只是为了我的心情愉悦 今天和往常一样给大家讲讲颜值网红起思仪泰的故事 起思仪泰真名萧尹98年出生的福建妹子 相信有些兄弟是通过她的闺蜜彭十六认识她的 起思仪泰本身除了在人气上 可能比一些知名网红稍微差一点之外 不管是在美貌还是在才华上 几乎能够碾压大部分网红 别的不说 在其他网红还在玩着变装这种老套路的时候 起思仪泰已经开始尝试多元化发展 从情节设置到cosplay再到各种有趣视频 她的短视频内容总是那么有趣而走心 虽然人惊喜的莫过于她的cosplay 因为她虽然不是专业的cosler 但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 不管是长相还是身材方面 都很nice 在cos一些二次元动漫游戏人物的时候 她也是能够撑起很多风格不太一样的装扮 可以说罗莉和玉姐她都完全hold得住 罗玉双修 这歌谁谁顶得住啊 也是因为这一点 不少网友提到她的cos 都会忍不住地称赞很绝 作为惊艳的cos扮相 莫过于她完美地还原了一张画稿 给自己画上了仿佛被人打了一顿的装束 脸上一块块红斑布说 最逗笑的还是两行鼻血和嘴角上的血迹 这样的神还原估计除了起司一太会做 也没谁了 总观整个网红圈 哪个颜值网红不是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生怕让粉丝们看到半点关于自己的缺陷 然而到了起司一太这里 却反其道而行 给大家伴仇 让网友们开心 不得不说这样走心的网红 才是如今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现在美丽的网红实在不要太多 反倒是这样能干 不顾形象伴仇的网红极少 起司一太这样逗网友们开心 非但不会被网友嫌弃 反而会大大的长人气 有些小伙伴们喜欢的还是她古风的cos 最为代表的就是花尖酒古风秀里面 美人醉酒的主题 淡蓝色的青纱配上红色的肚冬 简直太过细襟 出差下原本起司一太金色的长发 充满了异样的风情 更何况侧着身子 展露香筋的姿态 是真的美 更加好看的还是她眼睛里泛着些许泪光 似乎让人充分的带入其中 别的不说 就那一缕泪光 这是如今许多颜值网红们能够做到 却又从来不会去做的 殊不知 短视频是否用心 大家一眼就能辨别出来 网红们对作品的态度 也是粉丝们是否能够喜欢上他们 最关键的东西 各位老色皮 请把口水擦一擦 如今短视频发展趋势越发的迅猛 这也造就了颜值网红们的爆火 只是若想从众多颜值网红中脱颖而出 始终还是需要依靠内容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当粉丝们厌倦了 或者发现了更加好看的 就会选择离开 但用心的作品则不同 这才是能够提高粉丝粘性和人气的最佳途径 相信其次一态 只要这样坚持下去 变得更加优秀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们内容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有想说的也可以进行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